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性生活的过程中 如果孕妇有不适 有出现公缩 或者是突然出现有阴道的流血和阴道流液 都应该随时停止 安静卧床休息 必要的时候到医院就诊 有一些病人 比如说她合并的 孕妇合并有前置胎盘的 或者是先造流产 先造早产的 或者是宫颈松弛症的这些病人 应该禁止新生活 因为像前置胎盘这种病人 他本身就可能在每一个孕期的阶段 没有诱因的 就自己会发生 这种无痛性的阴道流血 先造流产和早产也是 可能本身就有阴道的出血 或者是有公缩 如果这个时候再发生有性生活 加上缩公缩这种刺激 可能就会对胎儿造成一个流产的发生 或者是早产的发生 因此孕期的性生活 在原则上是可以的 但是一定要根据孕妇自身的情况 以及胎儿的情况 胎盘的情况 和妈妈有没有合并症 这些来决定 适可而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